这些都是死于安乐的例子 而在优渥的环境当中 容易娇奢放荡 腐蚀人心 而在顺境当中 会怎么样 会陶醉销魂 没有办法振作 现代的家长 他们培养孩子 就是你只要书给我念好就好了 什么事情都不用做 这样事都不用做 然后没钱就伸手要 如果说因此来培养出一些 只会读书 而没有伦理道德观念 品性低落 又不知道如何待人处事的下一代 那么就是要好好检讨自己了 前一阵子有一个台大教授 他批评台大学生 上课只会打瞌睡 只会吃零食 只会MSN 而这只不过是现代社会冰山的一角 我们现代社会可以说是两极化社会 M型社会 有钱太有钱 没钱连营养午餐都吃不起 有一句话说乐极生悲 我们只要仔细观察社会新闻会发觉说有一些重大的车祸 就是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呼盆饮半 然后去庆生 然后去欢乐 去害过头 然后去狂欢喝酒 然后出车祸的 死于安乐 另外呢 还有毒品泛滥 一直是这个社会的成儿 犯罪率居高不下 都是因为他 而所有的法律送送案件 有一半以上都是毒品 青年朋友 他们聚会为了助性啊 然后呢 就吸毒 麻痹自己 暂时忘了烦恼 结果呢 也断送了自己美好的前途 这样子呢 是非常不值得的 这些呢 都是死于安乐的例子 而我们人呢 都是非常的有韧性的 我们人在逆境当中 会激发我们的潜能 就好比是鱼儿 溺水 上游一般 有一个小女孩 她刚上幼稚园 她就罹患癌症 不能够吃糖 每天要注射胰岛素 所以呢 这个小女孩呢 她就诉诸画画 她就画一个大蛋糕 还有糖果饼干 还有穿着粉红洋装的自己 然后呢 旁边呢 再画注射针筒 还有医生的听筒 还有现实生活中呢 要吃的这个药碗等等 来期许自己 勇敢抗癌 能够呢 有一天呢 能够吃现在不能吃的 这个糖果饼干 所以呢 她的画画呢 因而得了第一名 这个呢 就是呢 在忧患的环境呢 更能够呢 激发我们人的潜能 那在这里呢 我们要来讲几个故事 是关于呢 生于忧患的这个例子 有一个例子呢 就是井里的驴子 有一个农夫 他有一只驴子 不小心呢 叠进了枯井里面 那这个农夫呢 无论他用什么方法呢 就是没有办法 把这只驴子给救出来 所以这个农夫呢 他就放弃了 可是呢 这口枯井 还是要把它填起来啊 所以这个农夫 他就号召他左邻右舍 每个人呢 拿一把铲子来 然后呢 要把泥土 铲进枯井里面 然后这只驴子呢 他也知道自己的处境 刚开始的时候 他就一直哭 哭得很伤心 可是很奇怪 一下子就没有声音了 这个农夫呢 他就很好奇 他就往井里面一看呢 他发觉说 当人们把泥土 铲进枯井里面的时候 那个泥土 就掉在驴子的这个背上 然后那只驴子呢 他就把身体 抖一抖一抖一抖 就赶快站到泥土上面 然后呢 又有泥土掉下来 落在他的背部 他又赶快抖一抖 然后呢 又赶快呢 站到泥土上面 那这样子呢 很快的呢 泥土呢 就接近了这个井口 然后呢 这只驴子呢 就跑掉了 这代表什么呢 我们人哦 有时候哦 不小心会陷进 人生的枯井当中 而掉在我们身上的泥土 就是呢 那些困境 那些困难挫折 我们如何 把这些泥土抖掉 而且呢 把它转换成垫脚石 这要靠智慧呀 而这也就说明什么 说明了 助力呀 往往就潜藏在困境当中 所以呢 在忧患的环境呢 会激发 我们的这个 这个潜能 那第二个例子呢 就是呢 日本鰻鱼的例子 在日本北海道呢 出产一种鰻鱼 据说呢 是味道呢 非常的鲜美 所以呢 那附近的居民 都是以养鰻鱼为生 那这个鰻鱼哦 它是非常娇弱的 它只要离开这个 海水没有半天呢 它就会死掉 所以呢 当这些渔民呢 他们把鰻鱼呢 拿去岸边卖的时候呢 都是死的 可是很奇怪 有一个老渔民 他呢 他的鰻鱼呢 永远是活的 那人们都喜欢买新鲜货啊 所以呢 这个老渔民 他的 他的鰻鱼的价格呢 可以说是人家的两倍 那所以呢 这个老渔民 他很快呢 他就致富了 可是呢 从来没有人知道说 为什么他的鰻鱼不死 后来呢 老渔民 他快要去世了 他就把这个秘诀 传给他儿子 原来啊 当这个老渔民 他捕了一窝子的鰻鱼的时候呢 那些鰻鱼 在这么优渥的环境当中呢 就碎碎碎碎 就死掉了嘛 那这个老渔民 他很聪明 他就抓了几条的这个杂鱼 放进这个鰻鱼里面 那这些杂鱼呢 是鰻鱼的对手 那你想想看 比如说我们好了 我们人呢 在这么优渥的环境当中 我们就昏昏沉沉的 然后呢 就安逸懈怠 然后就死掉了 可是如果有几个对手进来 他要来跟我们 抢这个资源的话 那我们会怎么样 会跟他打架啊 所以鰻鱼跟杂鱼 他们就打起来了 那原本死气沉沉的 那因为这样子一打一打 然后呢 就很活泼 然后就有活力了 所以鰻鱼就不死了嘛 这个呢 就是呢 在忧患的环境当中 那还有一个故事 就是美洲虎的故事 在秘鲁呢 国家森林公园里面呢 养了一只美洲虎 而这只美洲虎呢 可以说是呢 濒临绝种的 很珍贵 很稀奇的 全世界剩下十七只 所以呢 秘鲁他们政府当局呢 就盖了一个虎园 很漂亮 然后有流水蝉蝉 然后里面呢 还有那个什么 牛啊羊啊 那些活食啦 要给这只美洲虎吃的 然后呢 还有这个虎房 有冷气房这样子 好 可是呢 从来没有人看过 这只美洲虎呢 去吃那些 为他准备的那些 活食 去捕捉那些 没有 也没有看过 这只美洲虎呢 像那个森林之王一样 在那里吼啊 叫的 那个老虎应该是 森林之王啊 应该是很霸气的啊 可是没有 人家看到这只美洲虎 它是呢 整天呢 都呆在这个 有空调的这个虎房里面 在那里打顿 在那里骚头弄耳的 然后呢 就是吃人家 为他准备的那些东西 吃饱睡 睡饱吃 那有人就说 可能啊 他没有办 所以呢 就送了一只母老虎进来 可是他还是那个样子 那副死样子 结果呢 没多久呢 有一个动物学家来参观 以后